《酒帆》 我入行第一年 我要負責去日本東北拍特輯 去新加坡、加拿大拍特輯 大型節目、發紀錄片 找作曲填詞 去到歌聲入錄音室錄完之後 我們如何將這首歌推廣到歌迷 嘩 好聽 聽到好聽 那時候你聽到的反應 你聽到歌曲好聽的時候 就真的覺得很開心 我本來都賺到一些錢 都吸毒 都拿去買毒品 沒有了 樓又賣了 女朋友都走了 這份工作 老闆都沒辦法之下 都不能夠再用我 一開始我們跟她選擇歌 選監製 跟她開會做Image 然後入入坑室 錄歌 錄音歌之後 我們要聽 當時我們拿著Gazette Walkman 聽來聽去 當然要打哪首歌 結果我們決定打哪首歌之後 我們就在電視台、電台、報紙、媒體 做我們的宣傳工作 希望這首歌可以打到南榜冠軍 可以做到年尾頒獎典禮 也有機會拿金曲 今個星期 譬如歌手入了南榜No.1 我開心可能三分鐘而已 為甚麼呢 第四分鐘就要緊張 緊張下個星期 究竟又不是No.1 那時候吸毒 以為可以減壓 以為可以… 思維會好些 三天吃一次 兩天吃一次 一天吃 最後一天吃幾次 吃到自己都不知道天黑還是天光 餓了沒有錢吃飯 在樓下問快餐店 可不可以給我飯吃 我試過睡在公園 那時候我真的沒有想過前途了 甚至沒有想過 明天是怎樣都沒有想過 我聽到一個聲音 他就說 阿匡…阿匡… 你不要吸毒了 耶穌愛你… 阿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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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很怪 我沒有害怕 我還問 我說… 是嗎 如是… 耶穌愛我 如果耶穌愛我 我… 圣經裡面有沒有說 不要叫人吸毒 他說 有啊 你打開圣經 可能多前書 六章十二節 我一看 凡事都可行 一都有益處 凡事都可行 但無論是哪一件 我都不受他的核制 我看完之後 整個人都呆著 我問這個聲音 你為何要救我 那他… 出了一句聲音 他說 我們都是神的兒女 我在醫院有醫生 有護士 有藥物都不行 但原來雖然是沒有醫生 沒有護士 但他有一件事 他們有神跡 我在方教育中心 我經過了一年 我開始留在這裡做實習同工 教他們說英文 彈結他大敬拜 還有駕駛 我覺得 我可以做回一個正常人 我知道不是出於自己 我知道一切都是出於神 我可以給個小 경찰 我會做到 我們可以做到